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3年2月7号 周二晚上的7点15分 今天的市场如果只看收盘 确实是非常完美的一天 但是盘中却上瘾了过山车 上下来回甩 鲍威尔的讲话是上半段 股市是快速拉高大涨 但是讲话的后半段 表示说如果数据继续强劲 那么终端利率可能会更高 股市是硬升大跌 回头了盘中的全部涨幅 创下了日内的低点 但是在触及到了4100点的支撑后 是原地起跳 直线拉升 收盘价甚至是高于了 在盘中的最高点 三大指数中 纳指的波动最大 日内的振幅是高达了2.82% 最终是放量收涨2.12% 标普的涨幅也超过了1% 而且这两个指数 是再次的一脑袋 扎入了最强的压力区间 整个的市场表现的 还依旧是非常的疯狂 日内是一次大跌 两次大涨 相信不少做日内的朋友 今天的体会一定很深刻 节奏转换的快 第一 蹦的也很激烈 特别是今天我看到在旁后 去逛了逛一些社区 看了看他们的一些讨论的观点 认为鲍威尔是不是可能对出现的 未来有可能出现的牛市默许了 因为之前鲍威尔不是说过吗 金融市场如果太过于激烈的话 有可能会再次推升通胀 但现在似乎对于市场的这种 大幅的在高位反复的这种拉升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回调迹象 没有太多的一个表态 好 那咱们就看一看鲍威尔这边到底说了什么 首先鲍威尔说 上周五的就业报告是强于预期的 表明抗通胀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美联储预计目前的加息是适当的 但是没有达到足够限制性的水平 意味着后面还会继续加息 那么预计2023年将是通胀 大幅下降的一年 要到2024年通胀才能够接近2% 还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另外他说 我还没有看到大部分服务业 会出现通胀回落 我们需要有耐心 还没有看到住房服务业的通胀下降 但预计其将会下降 通胀的回落过程只是处于一个开始阶段 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等待 那么劳动力市场依旧强劲 工资的增长正在放缓 已经降到了一个更可接近的 可持续性的水平 但是如果继续得到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报告或者更高的通胀报告 终端的利率可能会更高 这个其实就是他今天 看来看去可能讲的最硬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看到市场其实还是不为所动的 我们仅以加息的概率和降息的概率来说 现在目前市场押注的仍旧是在23年5月份 加息峰值见顶不超过5.25% 仍旧押注的是在12月份降息一次 甚至高达两次50个基点 所以市场并没有因为鲍威尔说了一个可能会中单利率更高 然后就退缩了 没有反而依旧维持原判 好 那么其实我们说鲍威尔这个说法 他到底是不是默许呢 其实我是这么去理解的 总的上来看就是鲍威尔强调的观点是 对于通胀的下行非常有信心 他们的工作进展其实是不错的 后面要继续看数据说话 在这一次讲话里边没有非常严厉的去强化什么 必须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紧迫的鹰派观点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和市场去争论什么 对吧 说明什么 说明即便是市场的现在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 甚至最终出现了技术性的牛市 就是只要他不去推高通胀 只要他能看到通胀数据下来了 鲍威尔的工作就完成了 其他的随便你们怎么折腾去 跟他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这个我认为是鲍威尔现在 反映出来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 包括他还说到 还说这个调控美元汇率的责任落在财政部那一边 并不是美联储的职责所在 那么其实我们说 那市场还是在自说自话 自己干自己的事情 该涨涨 这个该不下跌 还不下跌 所以很多朋友还是比较着急的 别着急 后面我会跟大家说一说 我对于现在目前市场的看法 就是我有三只股票 会预计再冲一把就减仓 这个看法相信是一个比较明确的 一会儿来说细节的减仓的位置 好 看这个之前我们再看一点点东西 就是在美联储报卫讲话之前 还有一位官员曾经其实也讲到了 关于终端利率 他认为是在5%到5.25%的观点不变 那么这个波斯蒂克他在更早前的采访时说 通胀放缓的情况将决定美联储何时暂停加息 他认为终端利率就是5%到5.25% 这和市场现在的预计是完全相符的 关于1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只不过这是一个数据点 就是一次数据 但如果这种强劲的势头持续下去 那么就意味着经济放缓的幅度没有那么大 那么美联储加息的幅度就可能会超出他现在的预期 而如果这个数据是一个反常的个别的现象 他倾向于再等等稍微观察一下 没有必要影响美联储政策的轨迹 所以其实他的说法我认为他也是一个传声筒 可能也代表了大多数美联储官员的现在的想法 毕竟慢慢的和市场迎合起来也不是一个很差的事情 不然老是承受压力嘛 之前加息加晚了市场骂 后来加息加多了市场还是骂 现在市场告诉他你要停止加息了 甚至要降息了 他们逐渐的开始慢慢往这方面转 至少降息这一头几乎和市场 就是停止加息这一块 至少和市场现在是渐渐契合上了 峰值也契合上了 其实也是个好迹象 免得市场是来回拉锯 搞得咱们这个投资 其实有时候也会失去一些方向 好 那么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说到方向性的东西 就是对于数据的一些左右矛盾 左右互搏的情况 我觉得挺疑惑的 我们说最近的数据非农数据大好 对吧 但是之前我们看到12月的消费数据 是一般的 可是12月的信贷数据今天出来之后 感觉也有点问题 这个12月的消费者信贷是增加116亿 是21年1月以来的最小增幅 低于所有经济学家的预计 就是大家没有去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借款 或者是信用卡这个东西去增长 增长很快 没有花很多钱 包括信用卡在内的循环信贷增加72亿 是21年8月以来的最低增幅 包括学生贷款还有汽车贷款的 这个非循环信贷增加44亿 是20年8月以来的最低增幅 好了 那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 你说这个12月份 它到底是手上有足够的现金花 不需要信贷 还是说因为物价太高了减少了消费呢 更早前发布的这个销售数据显示 在扣除了通胀因素之后 当时的实际支出是减少的 既然支出减少 那么消费会好吗 消费不好 那经济GDP的增长会好吗 理论上应该不好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上周的PMI却大涨 显示出了经济在服务业这块非常的强劲 我是觉得啊 这个不同的统计部门呢 从最近这两年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在讲数据 发现了很多矛盾的数据点 所以我觉得他们呢可能啊 需要好好的对对底仗 不然各个部门统计呢是各说各话 最终 我相信的这个锅呢是不太好甩的啊 所以最近对于数据的这个跟踪呢 让我也这个也是产生了一些疑惑 但是我们说你数据不跟踪啊 你承认你说心里给一个假设 说他们的数据有问题 那么如果你带着这种想法去跟踪市场呢 那只会让自己的这个焦点更加的模糊 呃我们可以去剔除一些杂音 去找到一些重点 但是你要说完全抛开数据不谈啊 只去看认为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我觉得呢那个可能对我来讲啊 我可能已经呃不太适用 习惯于那种思考方式了 所以数据尽管很奇怪 呃但是呢我也是看一个连续性啊 如果连续性的趋势越来越统一 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好那么万元市场最近这个大涨呢 大家可能会想市场放量对吧 还在有的时候还在放量还在涨 那么机构到底是看好还是不看好呢 这么大的成交量不可能都是散户买的 一定是大家机构也在抬嘛 你抬我抬大家抬对吧 那谁坐轿子呢 那么现在机构到底是唱空还是唱多呢 从最近的大的趋势上来看啊 整个的机构方面 其实表达的观点是偏空的 呃很多的机构都认为呢说 继续上行的空间有限啊 比如高盛 他说过去一个月美股的强势反弹 可能是今年最好的一次 而估值上升企业盈利低迷 以及利率上升 意味着股市上涨的空间不大了 那么蒙哥斯丹利也表示说啊 美股的盈利前景 还有美联储的行动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现在就说熊市结束可能为时过早 那么分析师呢把标普523年底的目标价 维持在4000点那比现在还低呢 表明指数在今年剩余的时间 不会再有上行的空间 美赢说这一波反弹走的太远了 如果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下滑 投资者将面临惨烈的下跌 建议投资者在标普500指数涨破后抛售 他这个机方指的就是这个涨多一些以后就抛售 预计啊给了个时间点 在2月14号之前 指数将实现第一季度的高位 也就是说2月14号之前 他就认为会出现高点并且回调 美赢这个呢是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啊 那大家信不信大家自己去思考啊 然后第四点就是 加拿大国家银行这边说呢 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 已经跌至了联邦基金利率以下 这个对于美股来说通常具有支撑作用 而一旦美股美联储转向 之前累积的紧缩政策附带损害 在经济中得到充分的反应 股市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还有一个是资管机构CGI 投资者应该看淡今年年初的涨幅 因为衰退风险只是推迟了 并没有减少 短期来看 美股的上行空间可能有限 经济增长和美股收益 仍可能为股价带来压力 所以你看 总结起来讲 大部分的机构 现在还是偏空的观点多一些 但是短期在涨的事实 没法反驳 但是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过去一段时间 节目里陆陆续续和大家 讲过一个观点 短期的炒作 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撑 回头还是会回归的 短期的炒作 有它短炒的逻辑 包括技术面 短期的消息面等等 但长线的回归 如果看任何一个历史的 大的一个整个的波动的中枢 你会发现 其实还是会回归的 涨得再高 那么没法支撑了 买盘力量不够了 大家认为没法再买的时候 它自然会回落到合理的价位 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场 好 讲到这个之后 我来讲一讲 关于我个人 最近的一些准备的操作 大的方向上 在过去几期节目里边 和大家说过很多 我认为现在的基本面 并不支持所谓牛市的发生 很多朋友说 那现在不是牛市吗 现在是熊市反弹 我的观点一直都是熊市反弹 只有当技术面的牛市 必须要突破上方的4350点 4325 4350点 然后才能结束技术面的牛市 才没有下看低点 或者说下看低点的概率 就比较低了 如果没有超过这个位置 仍有继续下看低点 甚至更低的可能性 这是技术面牛市的看法 但基本面现在没有牛市 支持上行的基础 必须基本面大幅改善 才有可能 好 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 既然我自己认为是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那么我的持仓方面 在最近的时间上涨的也都不错 我也是做好了一些 减仓的计划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第一 这减仓的三只股票 就是我的前三只持仓股 就是仓位最大的 我是按照持仓的顺序和仓位来排的 那么微软的最大的持仓 目前我持有12%的仓位 它的情况是由于 前单股指水平在这 跟大家写出来了 23年6月份的前单股指是 219到253 现在多少钱 现在297 然后24年会到332 但是那是在一年半之后 最终是在一年半之后 而且现在 它已经跑到24年的估值水平去了 其实你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提前了一年在做交易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就给我的一个很好的 从基本面上可以去减的一个前提 然后结合着基本基本技术面 我预计会在277 我预计会在277到290 或者是298到314 这个地方会去减仓 我减仓 我说一下 我还是要说一下我的前提 正股方面 我所有的减仓落带 部分滚动波段 都是为了降低持仓成本 我减仓这只个股 没有说我要去做空这个个股 大家一定要区分这里边的不同 减仓不代表做空 因为它涨到哪一定会下跌 你空单什么时候盈利 对吧什么时候跌 我并不知道这只股票什么时候跌 但是我知道什么价格它涨的太多了 太高了 是可以拿走利润的时候 背后的主要的心态管理也非常的简单 我个人并不怕所谓的踏空 大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成年人对自己的钱负责 我的操作只代表我个人 所以我这里说的都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好 那么预计减仓的位置就在这里 这是两个位置 都是有可能会减仓的 配合着一些技术面的形态 我该减就减了 特别是我这个位置 都比现在的市价要高 对不对 意味着我希望市场还能再往上再冲一波 再冲一波再顶一顶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减的更舒服一些 所以这是微软第一只股票 那么第二只股票是联邦快递 联邦快递之前是一直在水下被套了好久 其实现在还是成本没到的 10%的持仓成本223.9% 依旧是一个浮亏状态 不过没有问题 现在既然已经来到了前瞻估值的上限位置 我们看一下23年5月的前瞻估值是125到214 现在几乎是达到了 下个财年的上限估值能提升到258 这里有增速给大家写着 所以我计划尽管成本这边还是承受一点压力 但是我还是要按照基本面 该去做一点变化 就要做点变化 之前本身要减的位置是195到211 现在已经到了对不对 是计划想减 但是我看到整体的强势表现 包括增量跳空上行 技术面上也走的不错 所以我多拿了一下 这是计划要减的 随时有可能就把它减掉了 必须要减仓的位置是218到232 是我必须是一定会减仓的 这个地方我跟大家提前说清楚 一定百分之百一定会减仓的 在这个区间 好吧 这是我们说在技术面上因为它高了 这个基本面上高了 太高了 太超了 所以这是FDX 好 那么在特斯拉这边 我也是做好了继续减仓的准备 尽管它的仓位现在已经不多 只有4% 但是面对的这么好的 这一波的上行的formal情绪 这个不减 我觉得对不起我自己 所以预计减仓的位置 会在208到236块钱 这个位置208到236 我写的是市价 但是最好的是208到236这个地方 我会尝试去减仓 这三只减仓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下面写的计划加仓 都打了个问号的 这个是我需要去做一些调整的地方 要根据现在的情况 做一些微调 等我调整好了 再和大家做一个更新 什么时候我再去把它加回来 但是是都会在 后面如果有回调之后 我都会加回来的 都会滚动把成本继续往下去做 这是我一个大致的一个思路 所以这是我们说 我这三只股票 上涨之后 会继续减仓的想法 那么大家对于市场的看法 都不太一样 至于大家 你看怎么看 你只要对自己的资金负责 只要能挣到钱都行 你看多看空 追涨杀跌都行 都无所谓 只要你能够持续稳定的赚钱 能够度过每一个可能潜在的风险 然后能够部分把握住上行的机会 对吧 那就行了 对吧 我们其实投资的目的就是看 最终你的账户增长情况如何 是否达到了你的预期目标 这个就足够了 我们并不需要跟大家去 或者跟谁比赛 对吧 他挣多少钱 他挣多少钱 大家的基数都不一样 人家这个手上 对吧 是10个亿在做投资 然后呢 每年挣个7% 8% 跟着标普的业绩平均走 买指数它也够了 对吧 你身上呢 一共就是1000块 然后呢 你想着是在经过几次投资 然后变成100倍 对吧 那明显你的想法 操作可能也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 适合你的就是好的 最后呢 补充一下 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关于SPY的 这个我像要投机的 这个看空投机的这个期权呢 还没有开仓啊 之前跟大家讲的那几天 当时但凡有点犹豫就不要开仓 这个新法呢 它肯定是有效的 那么至少在过去的几天走势看起来 现在的市场还在一个小的区间里在拉扯 多空其实都没有分出一个胜负了 后面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是否开仓就取决于关键位置的盘中的走势和力度 这个呢 属于短线的投机啊 我的这个期权属于短线投机 跟大家讲清楚 是非常短的投机 投机就会遵循投机的规则 就是哪边的机会更大 成功的概率更高 然后盈亏比更加合适 就跟着哪边去做 那么如果我们说现在呢 持续的上行真的突破了4250点了 要上看更高的区间了 那么短期转向期权的投机做多 快进快出也是可行的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竟然是投机 就没有什么一个定数 但是告诉大家 我现在这个空仓还没有去开仓 好吧 但是呢 仍旧有开仓的机会 毕竟呢 还在4250点的下方啊 标普这边 依旧要看一看在未来几天的这个走势问题 好 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请帮忙打开小铃铛 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